行政議員有落清電 之前的方式是安大樓時有說到 儀館是安大樓 管府現在已經在平川搶胸 但是無論是繼續歐梯 還是維護保持以後輸 要再解釋南部中心 未來的領委和英文 又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會的方面我們也要討論 所以這些我們在回去行政院之後 我會就剛剛召監長分成委員 還有地方的意見 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周想的討論 維護保長陳時中標示 卻對家爺是安大樓 維護保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今年6月就完成三款專誼 接下來就進行新來徵修 明年6月30號 就可以開始正式的穩定 未來已經是安大樓 就是家爺的辦輸出 現在因為那一天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營運的問題 所以院長跟他報告之後 他真的行動派 所以他就馬上請委員長和維護部下來看 所以他們有幾個想法 同時我們同步進行的 萬一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進行OK 所以目前下是兩個環道在進行 管理中和管標示 沒有三個良心就沒有一片的安心 透過新山完環的管理 專業的檢驗和新山福島 如是是很容易留到十四月的禮念 這也能讓台神龍得三分的優勢 和生涯競爭 把家爺館的地產做到國際平白 台湘新聞 黃培怡 蔡宏報道 我們下個榜 谢谢观看